上個月有一次喔 對對對 長輩好感嘆 年紀越來越大 跑醫院的次數也越來越多 偏偏疫情來搗亂 確診人數暴增 看個門診說不定身旁就有確診者 收腔科醫師蘇伊峰分享自己的門診歷險劑 一天之內遇到兩個確診者 才剛剛確診幾天就衝到門診來看病 他下一句話就是說 蘇伊斯我昨天才剛確診 聽了就有一點警報聲開始做 然後他就說他昨天剛確診 然後今天的談很多很黏又黃 檢查的報告是這個CT值陽性14 14病毒量算是非常的高啊 他傳染能力非常的強啊 就擔心門診人這麼多 體肉多病的老人家更多 趕緊把確診者勸退 現在我們的確診者已經非常的多 多到整個政府的通報系統已經失靈了 剛確診的隔天馬上衝醫院 的確可能可能不會被擋下來 因為整個系統都還沒有見到 他已經是確診者 的確是會闖關成功進到醫院來 到了醫院門口 得查健保卡才能過關 但確診者增加的太快 健保卡根本來不及助計 也擋不住患者直衝門診 有可能造成門診人員跟醫師人員的感染 這個很嚴重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確診或是疑似確診 或是你是高風險的 一定要在醫院外面就告知醫療人員 我們可能會幫你安排特別的一些特別的處置 醫師感嘆壓力大也呼籲確診的人 不要直衝醫院 真的很不舒服 可以透過視訊看診或急診 以免引發更多不必要的風險 華視新聞聯繫黃瑞琳台北報導 嗨我是殷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